记者郭安家台北报道,北投妈祖库,罗汉枯西边免费公共温泉,历史超过50年,前台北市长郝龙斌4年前已为渔行水区理由予以拆除,令不少汤友不满。 市长柯文哲2016年初决定异地重建,原定去年动工,但一再延宕,产发局长林重结金鱼议会打寻台北市议员和智卫市坦言,要等2022年发包工程,一级如果柯连任,恐还要等到柯卸任后才会完工。 马祖库,罗汉库温泉不仅是双倍长者的回忆,过去不少文化大学生为了省钱也会钱去泡汤,柯文哲任内,汤友数度至北市府,市议会陈情抗议。 柯前年亲自献刊,同意在龙凤谷生态池重建玉池,指示由产发局统筹,北市自来水事业处进行水资源开发计划,并由大地处兴建,但如今进度延宕,何之为于议会质询进度,并指示服原定去年动工,计划却一再延再延,民众只能哭等,到底何时可兴建。 林崇杰回应,去年底将计划送到阳馆处审议,但今年年初计划被退回,已请北省处,大地处修正,4月已再提送,现在就等阳馆处排审查时间,何之为追问退回计划原因,为何审查时程比预定时间晚了8个月? 到底是北市府计划写得不完整,还是有人刻意阻扰? 大地处则回应,应该处属于特别景观区,建筑设计须有特殊考量,此外,取水位置也要审慎评估,设施要求非常严格,所以退回计划,近日又碰到阳馆处换新处长,已有跟对方协商,怕能加速审查。 起料,临重节进一步指出,依照目前状况,预估阳馆处2020年才会审完,后续工程发包要等到2022年,因为还没进行细部设计,这不分会与阳馆处沟通,怕能提前通过审议。